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港口旁边我发现有一种树 非常的大 那这种树呢 这种树它的叶子遮了天空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站在体验上看海洋 那海洋是一大片茫茫的海洋 所以让我想起说 我们假如要写一首跟生命有关系的 我们想说 茫茫的大海 那像沾沾沾的人生 我们知道海里面看是哪一遍 当一句小语说 看哪一遍 摸着 沾沾沾 我们看是沾沾 所以我们在看大海的时候 我们看过去好像一片平静 但是 这个海浪的汹涌我们看不到 也就是说我们人生里面 你看一个人好像他很幸福 其实他有很多的痛苦在尝在内心里面 所以内在的那种情境 你如何配在外在的这个景色 把它沉托出来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 有生命的树 这个树 它好像 我们从下面看过去的时候 它好像遮上了蓝天 那么我们人 假如你要有比较记事观点 你应该站在高高的台上 站在高的山上 看过去 你就可能有 这个海阔天空的感觉 你就有很多不相当 相同的这个看法 所以登高必自卑 有的人站到高高的山上 发现说 人生为什么这么渺小 其实我们写诗最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说要告诉我们 他们我们读者 或者是我们的听众 希望他能够透过 透过一些诗的意向 去寻找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 这是我们在外面拍摄 这个异国景象 但是也要回归到我们本土的乡情 所以我想希腊这里是用希腊的地景 来书写台湾的心情 那这样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告诉我们旅游的人 我们不要只是书写外国的景色有多美 你应该要回想到自己的家乡 我们同样的类似的情境 在台湾我们想到什么东西 这样才能够以他山之死可以工作 这是我们在做这一集的专辑的时候 我所想到的 所以说我们说希腊之语 台湾心情就是这个意思 球啊 拥大片的球啊 铃铛地拿 准备 准备 有能力將領寇駕 我看 盆盆盆 受寂 寂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